在桃園也发生了一起家庭悲剧 您画面上看到这名男子 居然是冷血的杀害母亲 震惊社会 汪姓男子呢 他从被捕到征讯 到被刷的过程当中 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回忆 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在检察官升压庭的时候呢 当时他就小声的说 他知道做错了 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么一进到看守所里头呢 他就倒头呼呼大睡 直到了 那么看守所的人 拿了佛家的心金 给他阅读抄写 这个时候 他才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那么看守所的人也说呢 看得出来 他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是现在似乎已经太晚了 好 发人将的一起悲剧呢 我们看到他的父亲跟姐姐 昨天前往了中立殡仪馆 陪同法医乡业 被勒弊的母亲 妇女他们两个人 强忍泪水不发抑郁 汪爸爸跟女儿 其实常年他们都在大陆经商 这一次匆匆回来台湾 不是跟家人团聚 确实要面临 妻子被儿子勒弊将的家庭破碎的悲剧 也叫人不胜唏嘘 带着墨镜头发花白的这名中年人 就是侍母爱凶贤 汪耀廷的父亲 他在女儿陪伴下 来到中立殡仪馆 陪同检警相验妻子的遗体 确认妻子的死因 根据警方透露 就在前一晚 他还当面质问过儿子 妈妈真的是你杀的吗 显示出他对儿子还存有一丝希望 但是儿子低头不语 等于默认犯刑 这个答案也重重打击到汪爸爸 汪爸爸常年在大陆经商 希望儿子继承事业 还曾经带儿子到大陆 就读英语学校 怎么知道儿子爱玩中古车 还做起中古车生意 把他的车抵达给车行 因此吃上诈欺官司 汪性嫌犯 因为个人理财不当 在外有寄欠债务 所以跟家里 因为一些债务协调的问题 还有金钱的问题 跟妈妈引发了口角争执 汪耀廷在外惹事生非 工作不稳定 邻居也早有耳闻 现在还是跟 还是会想跟你 把妈妈要钱 来平习惯 警方调查 月出汪耀廷乐闭妈妈后 还主动打电话欺骗父亲 说妈妈一切都好 尽管后来谎言将被试穿 汪耀廷接到父亲电话后 也只是冷冷的回答 知道了随即挂掉电话 儿子的所作所为 让汪爸爸伤心到了极点 不过他还是打起精神 先为妻子办理死亡证明 由于汪爸爸这一路拖着行李箱 也有可能会先返回大陆 处理完守边业务后 再回来台湾送妻子最后一程 中天新闻 阿贡亚迈 路易甄 陈奈杰 桃园报道 阿贡亚迈